哈囉老婆不要看 這次我們回到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新卡迷 還有舊卡迷 想要了解 到底受傷過後 他的卡價的影響 到底有多少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坦克 從2003年開了18年 開到了現在 沒想到現在就是一個 活的NBA招牌 那他當然很不幸的是 現在有在受傷的行為 而且在這個卡價的當下 這張30萬 大概900萬的台幣 現在已經掉到剩下 18萬美金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讓大家去 了解說受傷的當下 回到的是有到底有多少 的期待值注入在 LeBron還有可能可以 拿到總冠軍 30萬美金減掉 18萬美金 期待值整整有12萬 快要一倍喔 所以12萬美金是期待 LeBron拿到總冠軍的 在這個完完全全的一個鐵人的當下 大家都覺得 哇這個是無人能擋無人能級的 LeBron James 現在很有可能會 帶傷上陣到季候賽 而且還要可能要打這個 淘汰賽了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 哇大家都覺得 岌岌可危 那當然除了這張故事 在這個地方 很快速能夠讓大家 反映說現在的市場 是這個樣子之外 那我們特別還調出一個 新的數據 在2003年的這張 PSA10的 LeBron James的卡片 第一輪第一順位 400塊美金 因為當時的他高中生 你覺得不一定 能OK 我不知道 而且這個數字 還一直延續到 推進騎士隊進入季候賽 一直沒有要拿到總冠軍 但是那時候的價錢 就一直都是在 400塊到300塊左右 還有往下 因為新人一直在背出 所以大家慢慢都會遺忘他 這張卡片 怎麼會到現在的18萬呢 他整整到了五六年 直到轉到媽咪樂火的時候 他那時候說 哇燒球衣啊 克里弗蘭之子 結果轉隊去跟人家抱團 會不會卡價點 沒有 稍微還漲了一點點 大概還是在490塊左右 當他拿了第一個總冠軍 當他拿了第二個總冠軍的時候 才從第一個總冠軍 大概500塊左右 到了第二個總冠軍 大概才到690 700的average 所以當時的他 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是抱團的 然後沒有貨真駕駛 直到他回到了騎士隊 拿下那不可能任務 甚至到那個追魂鍋 還有直接4比0回來的那樣子的方式 這時候他的卡價才快到 2000塊 因為大家可能就開始慢慢的敬佩說 嗯 真的 克里弗蘭之子 Ohio之子 為城市拿下了一個冠軍 所以 我們就變2000塊 然後我們又開始發覺 有一個更恐怖更恐怖的事情 就是 結果他進了胡人隊 大家你知道 那時候我們在頻道上 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只要這個進入大市場的這個球隊 所以自然而然 你的卡價 你沒有打進季後賽 直接 頂到7000 好 所以這個東西 讓大家去了解說 哇 原來 LaBron James 前面得了那麼多的冠軍 帶領騎士隊 殺進季後賽 哇 這麼漂亮的這些 演出這些東西 都不如 他直接進去 胡人隊 那胡人隊 在拿下總冠軍的時候 這一張7000塊 就變成一萬塊 一萬五 然後拿到總冠軍以後 在後面開始期待值 再往上加的時候 相信大家就知道 Schooling Ball 得分排行法 什麼 他可能可以拿到第五罐 這些東西的 預期值 全部 就會加進去 儼然成為一個 新型態的 收藏品 老婆不要看 另用一張單卡的解析 馬上讓你了解 卡式的運作 讓一個人生的彩票 跟他的人生的大計事 其實都有息息相關的 非常的簡單 也非常的容易了解 希望你們可以因為這樣子 更了解卡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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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